全靠观众朋友在上集节目留言支持 给了一些很有用的资讯 给我更深入理解SpaceFit功能的门栏 是不是一定需要三星电视机呢? 在这里再一次感谢观众朋友 有朋友告诉我 在台湾三星官网可以找到Q990B的说明书 另外也有很多朋友已经买了Q990B或者Q930B 用得很开心的 他们也告诉我SpaceFit功能 就不一定要连上三星电视一起去做 想值着今集这个机会 就澄清上一集一些迷糊 或者一些由于资讯混乱制造不正确的答案 告诉大家 所以今集就想再一次釐清 就是今年Samsung Q是三巴 里面三位型号Babwood Q990B Q930B Q88B 他们里面的SpaceFit功能 你无论用什么电视机 都是可以开看的 我们不如就看看 最旗艦的Q990B里面 说明书讲什么呢? 我们会看到SpaceFit Plus的功能 是怎样开看呢?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通过三巴口去设定 第二个方法就是透过电视机 Samsung 指定型号电视机去做设定 你会看到 其实如果它只是说了这两个方法 去开提SpaceFit功能 其实就会给到我一定的想像空间 我就会觉得它是有可能不需要用三星电视机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有什么原因 它要加了下面秘注这句 如果秘注这句一出现 它是说你要使用这个功能 它是用功能这个字 这个中文版本就一定是用英文版本过来的 英文它也是用function这个字 你要用这个function 你的电视机就要是Samsung 指定型号 你没理由会理解成是不需要Samsung 电视机 你这句话似乎是在后面兜底 告诉我 你这个功能是需要三星电视机指定型号 根据Samsung 官方给这些资料 我在上集就差不多确认了一个结论就是 这个SpaceFit的功能 是需要连接三星电视机 捆绑一起去使用的 不可以独立生存独立去使用的 很高兴 有很多观众朋友听了我上一集 我上一集呼吁就说 如果你有这个Q9900B 或者是Q930 总之今年Q是300 又用到SpaceFit 而你电视机不是Samsung的话 就告诉我 有很多观众朋友很感谢他 他都跟我说 不是300佳 是用到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用到 明明那个说明书 橫看怎么看 都是告诉我 是要三星电视机 好奇 我再看回三星的menu 由于我已经知道答案 答案告诉我 是用到 我再回去看 刚才说了 基本上有两个method 很明显 由于你不是三星电视机 你只可以用到method 1 刚才也说了 最后这句 只是令我觉得 三星是 好心再一次提醒你 这个功能 是要 连三星电视一起用 如果你说不是的 这句 如果你说只是用来形容 method 2 第二个方法 我觉得是不行的 因为它的字眼是在用功能 function 那么很明显中文版是翻译 从英文版 所以以英文版为主 但是anyway 大家都一样是在说功能 那么 你如果看回前文后理 整篇 整个section 在说space fit 这个功能 的section 它里面的description 由头到尾的功能 那个 meaning 那个意思 就是代表space fit 这个功能 不会理解错的 如果你硬硬把这个 你告诉我不是 你是形容第二个method 那么我麻烦你 将功能改成method 方法 你可以说 以上的方法 是需要配合 某些型号三星电视机 你只能够开体这个功能 那么说开体这个功能 我也不是太明白 可能我自己 财疏学潜 我真的理解不了 你看到它在method one method two 方法一 方法二里面 中文也好 英文也好 它叫做subtitle 方法一 方法二 它是用了 连接 英文用了connecting 我不知为什么用这个字 它下面里面 就是method one 或者two 下面的description 它的描述 是说如何开体 或者enable这个功能 那么它下面是没问题的 我不知为什么用了连接这个字 中文也好 英文也好 连接 那么整个section里面 用连接这个字 除了这个两个地方 它还在最下面的fine pin 就是我说那个 叫你留意备住的remark的地方 那个Stanton 那句子里面 它也有用到连接的 但是那里用连接就完全没理解的 它是说的 device 和device 的连接 电视机和Saba 连接 这个是明白的 但是上面由头到尾我说的 是怎样开体这个功能 Space fit 的功能 怎样开体这个功能 不明白 但是为什么你突然间说 连接呢 连接这个功能 不会这样说的 英文和中文我都觉得是 我理解能力差 我自己可以说 我不会这样理解的 我个人 那当然你不需要相信我 或者你一看 你已经明白 这么理解 那没问题了 那我今次就需要先提起 其实是可以用到的 至于那个单位那里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点误度成分的 我希望Samsung能够改 其实改改字眼就可以了 不要用功能 用这个方法 是需要配合这个电视就可以了 我经常觉得他今次 我觉得这是错误了 你未必需要同意我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错误来的 或者是technical writing的部门 就是写这个 menu的那班人 可能是communication问题的 因为写这些menu的那班人 不是真的有设计的 是另外一个部门给他的 会不会在大家communication 发生了错误呢 他写了有关 design product的那些人士 或者engineer不再去看 不敢肯定 或者是会不会 technical writing的那班人 随便收拾上去年 就是Q950A 那个template出来去修修补补 有可能的 如果你看回Q950A上年旗艦 因为上年就一定要用电视机一起用的 这个space fit 那你拿回来看那个menu 其实大家是一样的 一样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method 2 方法2的方法就是上年的方法 而上年也有下面说了 是需要部分型号三星电视 可能他就搬自各自搬了下来 那今年由于改进了 不需要三星电视 他就加了个method 1 这个是我个人的speculation 当然可以是错了 但是 凭着这个menu 给到我的资讯 他给到我的感觉 我理解 最初就像上集那样说 是需要捆绑三星电视用 但是现在发现结果原来不是 所以我就觉得这方面需要少少修改 我觉得那个menu 反而在官方网站上集说过 美国和香港又有点不同 似乎现在香港那边是正常 或者是新加坡也好 台湾也正常 因为他们都是差不多那个 我看过他们的文本 他们里面的内容 都是没有再说需要捆绑 电视机一起用的 其实在他们的网上没有写的 所以我就觉得奇怪 一个没有写一个有写 反而美国那方面是有写的 所以我再一次在这里再重新一次 Samsung今年的Space Fit功能 这个功能是可以开体的 你开体的意思是可以在Soundbar直接去turn on 去enable它 而不需要一定要用Samsung电视的 那这个是一个德政 我也觉得是需要的 那刚才说了 这个要用这个功能 就这样开就可以了 但是哪三个型号 刚才我说了Q990B Q930B和Q800B Q700B我没有讲的 为什么呢 那又要看回本说明书了 我解释说明书仍然是对的 我们都要相信它 你会看到Q700B说明书说明 Q700B只可以用第二个方法 去开体那个Space Fit功能 那也就是代表 Q700Boy呢 不可以好像他大佬那三个大佬 Q990B Q930B Q88B 就这样开就可以了 它一定要通过电视机去开体 那所以如果你是打算买Q700B的朋友 就要留意这一点了 那当然 我不排除本说明书仍然错 但我觉得不会错两样的 因为这件事是很黑暗加进去的 好 我们刚刚就看完了说明书 说说明书里面可能有些地方 灰色地带 不是说得那么清楚 会令人 不停的地方 那我们接着就看看Space Fit功能 那上集我们就谈过了 这个功能其实就是自动调音功能 那自动调音功能就需要收音咪 和晶片 那为什么我这么喜欢Samsung这个概念呢 它不同一般品牌 例如Bose 例如Sony 例如Sonos等等 它们都要特定做一次calibration 你买回来 你要做一次calibration 你才能听得到 而你每一次 你将全300搬的位置 你都要再做一次 但是Samsung这个Space Fit 是不需要的 它的原理就是 它的收音咪 会不停这样去scan你 去收集聆听空间 听回来的声音 而它里面的晶片 当然是会作出适当的调节 根据你的环境 调节出合适的声音 我很购买这个概念 因为它不需要 它有狂居居坐在这里 几分钟做calibration 我希望其他品牌都会效法 但是 现在来计我相信 还有一定的进步空间 但是还引申了一个问题 由于它不停收集 进入你聆听空间里面的声音 资讯 那就可能会带来私隐问题 所以如果对私隐 很着重私隐的人士 就可能要考虑清楚了 当然我个人来说 私隐 到今时今日 没有一个人有私隐的了 你一上网就没有私隐 特别你用这些机器 它有收音咪的 你除非关掉它 但是你关掉了这个收音咪 你就用不到它这个功能 这个Space Fit的功能 再者 它是收集到你这个 聆听空间里面的声音 它都未必会传给Samsung的 它都是在Internal Localize 用在Local Machine那里用的 所以 我又觉得 未必需要太担心 但是我知道 如果你是很关心私隐的人士 你是会担心的 我知道 但是我也是那句 没得你担心 今时今日这个世界 是没有私隐可言的 另外我还想提到 就是关于Auto EQ 刚才我赞了这个Space Fit 是很棒的 这个理念 但是很可惜 Auto EQ 仍然要用回比较旧的方法 就是要坐定 一两分钟左右 去做这个calibration Auto EQ 主要是负责低频部分 你会听到 那个Subwoofer 发出一些低频的声音 通过收音咪 收集回 这些低频的声音讯号之后 经过晶片 再作出适当的调校 去优化你整个系统里面的低频部分 这个就是Samsung 去如何呈现到最美好的声音 通过它这么独特的两部分 包括Space Fit功能 和Auto EQ功能 总结 今集主要目的就是告诉大家 或者证明 Samsung这个Space Fit 一定要跟电视捆绑 说的是哪三个型号 就是Q9990B旗舰 和它落下两个弟弟 Q930B Q800B 至于Q700B 就仍然需要用上 指定型号三星电视 三百佳 好多谢大家 陪我来到节目这一刻 如果大家继续想支持这个频道的话 很简单 只要在下面留言 like share 如果不知道 留什么在下面的话 也不要紧 很简简单单 打四个一 四条一 一一一一一一 以及看到你的心意 如果有未订阅的朋友 肯定赶快订阅这个频道 以及按旁边的铃铃 有新节目推出的时候 Youtube就会告诉大家 我是影音整理员三百佳 希望下支影片继续见到大家 拜拜